台湾的能源绝大多数仰赖进口 每到夏天就难免面临缺电危机 在提倡环保的时代 再生能源能不能补足电力缺口 台湾的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又如何制定呢 请看我们的报道 水力 风力 地热 太阳能 再生能源是全球都在积极发展的项目 台湾也制定目标 2009年时再生能源占全国电力的4.1% 经过6年的努力 2015年来到5.9% 预计2030年要抵达14.5% 而要达到14.5% 不需要有17250MW的电力设施量 目前以太阳能预估成长的幅度最高 风力要拼才能从0到4000MW 地热有限 风力也趋近饱和 能源局表示会积极努力 也强调发展在生能源所带动的就业机会相当蓬勃 很清楚的去分析到未来的发展趋势 然后检视我们自己的一个能量 然后再找出最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 带动我们国内的太阳光源产业 风厂的经营业者之外 我们有风机的制造 我们的海事工程的这个产业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后续的维修 达到17250MW的目标后 能否取代核能 能源局回应不太可能 而调高绿能目标店价会跟着调涨吗 能源局表示影响不大 虽然我们设置了17250MW 可是你要取代核能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你能不能24小时发电 我觉得这个部分 再生能源还是有它的一个缺陷 我们很坦诚的讲 它没办法24小时发电 再生能源囤购费率审定会陆续召开 11月中旬也会有听证会 能源局对于再生能源的价格与大保留 不同的再生能源他们面对的状况不太一样 所以我现在很抱歉 比较没办法很详细的说明说 不同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当然基本上 我觉得应该是有高有低 应该说有涨有跌 未来我们必须全民 政府跟相关的一个团体一起来努力 能够做到怎么样能够安全 稳定的供应我们的能源 再生能源的发展 能源局显然很有企图心 但要达到17250MW的目标 还得克服艰巨的技术门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